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曝光了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开车客瓜子打电话的事情 从今年开始这名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将所有的驾驶员召回公司接受再培训 相关的禁令也被公司写入了与驾驶员签订的承诺书中 据现场报道 从今天上午开始凯利出租车公司120辆出租车所涉及的200多名驾驶员被分成4批召回公司 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看昨晚邻居离节目播放的驾驶员违规的视频 不要讲我们在开始我们在路上吃话 本来就不是一个文明性 除了联合的出租车公司 如果遇到一个奇迹杂事 我们在于这个分析造成一种意外的事故怎么办 驾驶员有点疏忽可能是他个人或者疲劳 或者疲劳孤独 感觉到你还要散发自己一种感觉情绪 视频中的驾驶员王某也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懊悔 他表示自己当时并未想太多 只是通过吃瓜子打电话来调剂一下枯燥的开车时光 那么除了观看我们邻居离昨天晚上的相关报道视频之外 今天凯利公司每位到会的驾驶员都要签署一份文明行为的承诺书 那么这份承诺书也是昨天晚上凯利公司年夜拟订出来的 那么其中包括不吸烟 不吃零食 不接打电话 不看报纸等规定也被明确写在里面 企业表示作为出租车驾驶员只要上路营运就要遵守相关规定 做到对乘客负责 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应及时停车休息 之后再上路营运 考虑到道路拥堵等因素会给驾驶员带来一些负面情绪 公司也表示会加强与驾驶员的沟通 我们还准备以后呢 在我们这个公司批一块地方 专门搞一个心理疏导室 加深一个情绪了 到公司来 向管理员员自重自重 今天就好过多了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